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阿璐 我现在呢 在台中市政府 邀请大家来参加 2022台中自行车嘉年华 Let's all ride 活动 那我们呢 就来看活动有多精彩吧 为了发展台中市观光旅游 推动自行车产业 2022年9月10号 台中市即将举办自行车嘉年华 为了宣传这项活动 8月31号台中市观旅局 特别在市府惠中楼广场 举办一场媒体记者会 有可爱的小朋友 展现完美的单车技术 为嘉年华拉开序幕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韩玉琪 到场致辞说 今年自行车嘉年华的主题是Let's all ride 希望防疫之外 又能发展观光旅游产业 我们也特别结合了周遭的店家 那六条路线包含了山海屯都 总共有六条路线 那这六条路线呢 我们都集结了周遭的店家 那希望鼓励市民朋友 或者是外地的游客 来到台中骑乘单车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了 沿途除了欣赏美好的风景 然后享受流汗挥洒的这种舒爽感之外呢 也希望能够看一看停留我们相关的店家 那在我们的合作店家 只要您停留 然后呢拍照打卡 完成我们的寻宝任务 您还有机会可以抽中大奖 还有限量的好礼可以对讲 那这是我们这一次特别规划的一个重点 2022台中自行车嘉年华 由东式客家文化园区为起点 终点是后里马场 路途上能够欣赏林诞月台 大甲溪花梁钢桥 九号隧道等特色景点 还能让参加的民众抽大奖 加码兑换限量纪念品 希望民众热烈参加精彩的自行车嘉年华活动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